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天呢我有点生气啊 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一个南杠的那个街景的视频吗 就是路过了哈尔滨教化呀 白脑会呀 哈工大呀 铁路局呀 就是因为这一个视频导致了在西瓜和头条 很多人在评论区攻击我 还有人说你怎么证明你是工大毕业的 你的老师你的同学是谁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评论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自证清白呢 我是不是工大毕业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要给我找工作呀 还是要跟我谈商务合作呀 还是要给我钱呢 你们都没有吧 你们是不是因为口罩问题 父闲在家失业了 然后天天没事闲的翻手机翻到我的视频了 然后一看 这家伙工大毕业的呀 那个恨人有笑人无 说实话我做自媒体很久了 我的视频就秉成两字 真实我的粉丝对我也是这么评价的 我没有必要去虚构一些这些事实 特别是毕业院校 刚巧这一天我上社保局去咨询我这个档案的问题 然后呢我就找到了一些我的相关的证件 来你们睁大眼睛看一下啊 是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再看一眼这个是不是我 再看一眼 是不是工业大学毕业 有必要跟你们扯这些撒谎吗 我说我工大毕业我就能抬高我自己了吗 那我现在如果说我学以致用的话 我现在是不是某一个企业的高管呢 我现在不是也是一个失业在家的灵活就业人员 需要自己教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呢 你们效果有吗 我啥也没有 我一无所有 工大毕业的怎么样 工大毕业有混的好的 有混的不好的 我就属于那个混的不好的 我还给工大抹黑了呢 我顺嘴一句惹出你们那么多话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行吧 今天我视频的主题 咱就聊聊这个自证清白的事啊 就是我发个视频 我都需要跟你们自证清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讲 我近些年都证明过自己啥 首先我证明过 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 为啥要证明 小的时候我的户口 就被我父母给我迁到我的奶奶家了 然后呢 当时那个户口本 我是长女 可是慢慢的一次一次更换户口 这一页就没有了 就是我父母了 然后呢 终于有一天 我需要是办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证明我跟父母的关系 怎么证明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证明 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 这个新闻啊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去社区 能不能证明一下 社区说 你去找三个老邻居 证明你是父母的孩子 然后找三个老邻居 去写 然后去摁了手印 又去这个派人所 掉了当年的老底子 说证明我 我是父母的孩子 好吧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当年这个社区给开了一个证明 这是第一件啊 第二件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这个证明不是一直在我手里吗 然后当时就是 因为银行卡的密码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必须得上公证处 开一个公证书 公证书也得证明说 我是继承人 可是我户口跟我父母不在一起啊 我别牵走了 那一样没有了 然后我就拿着社区开的这个证明啊 然后去跟社区说 因为公证处给了一个表 需要上社区盖章 然后我就拿当年社区开的这个证明 说证明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 然后这个拿着给他们看 然后这个办事处的人就不给我盖 说你这个社区开的我们不认 因为办事处是社区的上级 这个事我们就最后一直找到了办事处主任 勉强把这个给盖了 好嘛 当初几年前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 等过几年你们社区又不认了 这个关系不是永恒的吗 还有一次啊 我要卖个房子 我这个房子 我自己户口在那儿 完了我想签回父母家 然后我就给户记的那个打电话 然后我说我想签户口回来 就打电话嘛 因为他不在的 这个户具员打电话就说 那我得上你家去家房 证明你常年在家住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家房 那我不确定 我说那行 那我就等你来家房 然后挂了电话以后 突然我想起来 哎他为什么没问我 家住哪呢 那他啥时候能来家房呢 事情就过去七八年了 我从来就没接到过他的电话 到现在他也没家房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特别有意思 我小的时候 不叫现在这个名字 是在上学之前 我父母给我改了名字 当时我这个名字 有一些历史的意义 后来我父母觉得 好像暴听 然后就给我改了现在的名字 然后在那个幼儿园毕业证上 是另一个名字 然后但是我小学报名的时候 是现在这个名字 终于有一天 因为我要证明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的时候 也是这个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就说 怎么能证明 那个人是你 我说我怎么证明 就是当时给我改名的时候 曾有名的那一栏 没给我写 没写曾有名 我说你说怎么证明 他说把你父母的档案 什么工作档案都拿来 然后我就去上社保局 调我爸的档案 调我妈的档案 所有的档案都拿来 复印件也拿来了 什么户口的老底子也拿来了 拿来的可好 是我妈我爸那个工作 就是家庭成员那一个 就写的他俩完了 还有我女儿 那个就是奇迹出现了 然后这个管片民警就质疑了 说那如果是你妈生的是双胞胎呢 他这么一问 我还蒙住了 我怎么能证明 我妈生的不是双胞胎呢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出生证明了 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于是这个事 我好像就因为这个没办成 后来这是我迁出地的这个派友所 于是我就到了那个 我现在户籍所在地这个派友所 这边这个派友所人就特别好 然后我就提供了我父母的这些答案什么的 人家历经了一个月 就把我这个藏友名给我加上了 自从加上了以后 我就比较容易证明 我爸是我爸 我妈是我妈了 可是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今天我如果需要这些的话 我还得要证明一次 所以最近我正在考虑 这个母女关系需要去公正一下 等有时间我上公正处问了 这个能不能公正 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应该没有时效性吧 就是母女关系这个事 能不能就有效期就五年 应该不会吧 好吧 这就是我这些年 遇到这些奇葩的事 需要我证明我自己的事 我也是跟广大粉丝说一说 你们生活中 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证明 你父母是你父母 你孩子是你孩子 当然你如果必须想办什么的时候 你必须要证明 这是咱们法定的程序 所以说以后有说父母跟孩子 这个户口要牵走的话 你手里一定要留一个牢底子 就是你去补一本户口本 比如说孩子上大学 或者孩子上外地了 离开的时候 你手里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户口 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我现在这样 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你们放过我吧 因为我拍这些接警视频也好 拍什么也好 我一定秉承的是真实的原则 但也许说我在路上 可能举起手机的时候 我突然可能这个说错了 那个说错了 就比如说那天那个加勒福超市 有人说我造谣 我说加勒福超市退出了国展 加勒福超市是不是退出了国展 也许有的时候可能事实不清 我会出现一些口误 因为你毕竟在车上 哗哗哗很快 我都来不及思考 或者说是那个铁路局 变成了工大 哈工大建筑学院 然后这些你们也去质疑 在我印象里 就是那个楼一直都是铁路局 因为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每天都坐车路过那 然后到那站就是铁路局 我一直认为那个楼就是铁路局 有错吗 那可能是错了 但是那我就是认错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错了就错了 大家就看一下就得了 大家重要的是看一下街景 我也是为了有一天 如果真是离开哈尔滨 离开家乡的时候 我给自己拍一个 留一个纪念 没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们那些 让我自证清白 让我证明是不是 哈工大毕业那些人 你们都省省吧 你们是不是真的生活不如意啊 不如意的上网 看视频 去抨击自媒体博主 你们是崩的可悲啊 你们有关分去想想 自己应该怎么找工作 自己应该怎么赚点钱吧 或者你们也考虑考虑 做个自媒体博主 你们就知道做自媒体 现在有多难 你们就知道剪辑 剪辑一个视频 要好几个小时 拍摄一个视频 有可能要一片 我们不是说 你看那几分钟 你知道这里边 有我多少心血吗 行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朋友 就是这一天这个事吧 我就越闲着越来气 我为什么就要 跟你们证明自己呢 我有什么错呀 是吧 觉得我比较真实的 觉得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希望你们点赞 关注 评论转发 好吧 今天这个证明自己的 这个话题就到此来止了 如果大家 你们也有说 曾经证明过自己 跟别人证明自己 有必要 或者没必要的 都证明过自己 请你们评论区留言 拜拜 再见 再见